這個臨時會當然是一定要開 因為我們今年度的預算 還沒審完 是因為二三讀會沒有審完 所以逼得大家一定要開這個臨時會 當然市長就得到議會去備訓 但是我講這個之前 我先講高雄市政府可能是 如果剛才市監委員 講到30年前的馬英九的例子 我先講這10年來 高雄市政府的狀況 高雄市政府32個局處 在陳菊市長 擔任12年的市長的時候 扣掉了人事 政風 警政 這是中央的人事權 這29個局處檢任的機要值 陳菊市長用到滿滿滿 也就是都是這些 二三十歲的青年軍 占了10指等 11指等的缺 經過這10幾年 當然這些當年去占機要值的 高官的年輕人 現在有的是貴為議員 有的貴為立委 有的是貴為像丁允宮 現在是本來行政院的副法院人 我就說這個才是這10年 事先你來去研究一下 不要一直講30年前的例子 2008年陳水扁下台 馬英九上去整個台灣 只有陳菊市這個直轄市的市長 當時民進黨位置太少 所以到高雄來 花媽是把高雄市政府這樣子搞的 所以高雄市的文官體制 百分之百被人家破壞殆盡 所以你在高雄市的升遷 我曾經聽過一個民政局 一個護政事務所的所長跟我講 那10指等 他說我幹了10年的10指等 我公務人員擔了20幾年 只要有一個專門委員 11指等的圈 花媽就掉一個人下來 年紀幾歲 20幾歲 來管我們這些10指等的圈 事先議員你也是當台北市議員 你很清楚這樣子的文官上來 整個心情的問題 所以我說過我先講高雄市政府 這個文官體制的破壞 所以我常在議會講 民進黨政府 還沒有退休的文官這樣欺負 退休的文官砍他的年金 他說國家財政問題砍你年金 然後多了400億的稅休 本來說要發給大家 那不是民進黨起誤 這個公務人員起誤夠嗎 我先補充這個 我們講高雄市議會 我還是要再稱讚一下市監 現在每個人都稱讚你 為什麼 現在高雄市議會的民進黨議員 每個都想當王世堅第二 那我沒有 有沒有人來請教你 有沒有人請教你 我先請下議員 怎麼樣質詢 有沒有人請教你 沒有 千萬不要 你跟韓國瑜市長的 那個影片 我昨天晚上要拿出來回味一下 我看是900多萬人看 900多萬 快要1000萬人看了 應該最近很多是高雄市議員在看 還有高雄市議員的助理在看 研究一下 研究一下 我們明天開預備會議 這個16號是市長質詢 其實16號市長 17號被質詢沒有錯 我根據我側面聽到的消息 他們可能要問我們韓國瑜市長 就是說你選前的政見到底要怎麼執行 要怎麼來 這怎麼來做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有一點像說 選前是韓國瑜所提的任何政見 民進黨都有意見 感覺起來選後之後 不管說現在的潘仁旭局長 觀光局長他所提的一些想法 有些是真正在落實在做 有些當然是會一直這樣 一直一直的出來進行 或者是韓國瑜市長 禮拜天到台北會見瓊瑤 他說要想把高雄打造成一個 愛情產業鏈 有一些對話包括說 可能要拍個電影 或天作之河 或者是說在愛河旁邊 蓋個公園等等 好像也是被唱衰 包括說2月份 2月14號西洋情人節 醫生疑似 高雄市政府有一個idea是說 是不是我們擁育愛河 跳愛河這個活動 好像也被人家攻擊 感覺上韓國瑜選完舉 還是逢韓必反的聲音還是很多 大家都還在選舉 還在選舉當中 但是我覺得我就提醒 我們那個精神科醫生 那個院長一件事 他本身住高雄 他應該到高雄 幾個夜市去看一下 人是不是變多了 高雄 高雄夜市現在的問題是漲價 漲價這個其實市長 韓國瑜講得很清楚 他希望大家不要殺雞取卵 大家不要注重觀光的品質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 得來不易的機會好好的維持 但是不得不否認的是 從韓國瑜當選到現在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職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可是人是真的進來了 你到高雄市去看 你問計程車司機就好 他們覺得有沒有不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現象 那這個現象至少表示人進來了 一個多月我們講 我們經過這麼多次的選舉 有哪一個首長有辦法 選舉就職一個月就有感 這真的叫做有感 這不能夠否認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民也好 或者是全台灣的人 應該是要給韓國瑜再多一點時間 你如何看到後面的一個表現 其實他也很多人說 他就是拼這個光光彩 好像說是屬於低層的 其實他有沒有記住 上個禮拜五 嚴勝文 他也把整個兩岸三地 一百多個創投基金 還有就是青創的人帶到高雄去 我記得韓國瑜在現場 問大家一個問題 第一次到高雄的舉手 寥寥無幾 但是韓國瑜講完話問大家說 願意到高雄投資的舉手 超過三分之二 我覺得這是一個 當做首長的 他知道城市的需求 然後他會去經營 我們等一下要給他一個時間 那議會當然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戰場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讓韓國瑜 去好好的解釋說 你未來怎麼做 再來是陳志忠議員 他想講的 一邊一國跟九二共識 我倒是覺得這個有點搞混了 這個問題應該在立法院問 他應該先選上立委再說 他這個應該在立法院問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何必把韓國瑜 戴一個紅帽子 他說要韓國瑜 戴著青天白日滿力紅的國旗 去見習近平 我相信這個從頭到尾 韓國瑜都不是這個意思 他講得很清楚 他接受九二共識 是為了要用九二共識 來拚經濟 講得也很清楚 如果高雄人不接受這種講法 他認為說 你韓國瑜胡州 你根本就是九二共識 你就是清共 票也不會投給他 人家都當選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不要再逢寒必煩 我覺得適得其煩 請教一下士堅 士堅 你在剛剛開始 怎麼對待柯文哲呢 他也是剛剛當選的時候 你有沒有給他一段時間觀察 看看他接下來能做什麼事情 還是從第一天開始 你就跟他們一樣 都帶著刷西米刀去質詢 其實我不只是我們所有台北市議員 觀察他觀察了三個月 因為12月25號就職之後 一直到4月9號才正式開議 所以觀察他三個月 其實我對柯文哲一開始 也是有期許 就像我現在期許韓國瑜一樣 即便他政治立場跟我對立 我認為韓國瑜跟柯文哲 當初四年前一上任的時候 其實一樣 所以要我 我一樣會送他一件東西 如果我是高雄市議員 柯文哲到議會 到台北市議會 我送他的第一件東西 我對他有期許 我送他一個本機跟一根湯匙 我是跟柯文哲建議說 市長 為政不再多言 應該要多做少說 說到做到 不要做沒有湯匙 說到整本機 所以我送他一個本機一根湯匙 讓他放在市長室 讓他好好每天對著這個 不要去犯這個錯誤 後來又過了兩個月 因為一開始他上任 你又呱呱叫講了三個多月 結果沒做到什麼 都一直講一直講 再來又過兩個月 總質詢的時候 他同樣那個老毛病 甚至他對還對梅皮抱怨 他說他每天八點不到就出門 有時候晚上累到十點才回家 所以我第二次他來的時候 我就送他一隻料杯 抓癢去 我就跟他講 市長 市政資源有限 推動市政就像抓癢一樣 要抓到養醋 你不要中的不拚 不中的拚到飛樓飛地 所以我送他這兩樣的東西 其實都有很大的意義 而且對他是期許 我認為 韓國瑜現在在高雄 類似犯了這樣子的一個毛病 就是說講得太多 那不是說講不好 問題是說你現在再來要面對的 是每天市民的柴米油鹽醬醋差 高雄的產業不只是觀光 觀光產業佔 總級量佔不到5% 另外我們還有很多產業 很多要去從事 你政府要帶頭的 包括硬體建設 交通 工程建設 包括軟體的教育等等 這些你韓市長 你都必須拿出硬體質的功夫 我舉例 他可能還沒有經過 深思熟慮 因為在我的看法是這樣 他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一些政策 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 韓國瑜當初去選高雄市長 他準備不到半年 所以我知道他是 我六個字講 先上車後補票 好啦 那你上了車要補票 你需要一段時間做我們接受 所以我是希望比方說我舉一個具體例子 他現在上任不到一個月 他說這個輕軌他要停建 我跟韓市長提醒他就是說 第一點 輕軌建設不是為任何人做的 當初陳菊市長 也花費很多市政的資源預算 下去請專業下去評估 那麼有去專業評估 這個評估不只一次 評估完以後 再評估之後 再第三度評估是送給中央交通部 所以交通部也是一再反覆的 審酌評估之後才決定 所以輕軌才下去做 現在做了一半 所以當你要反對這個可以 可是你也要有詳細 是不是你也有相對應 也有相當的評估 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 你應該英文老得很多 Over my 支持韓國瑜的雙語教育 對 我做幾次 你身體力行支持雙語教育 我對韓市長 我嘴巴批評到 我心裡某個程度 我還是支持他的 不是 司憲委你講 我意思就是說 他要有相當的理解 要不然你要推翻的這個是 人家多少專家 也花了市政資源 也花了中央資源 你下去分析 第三點 韓國瑜他的講法是說 那為什麼輕軌不好 他說那捷運 高雄市民現在使用的 交通習慣是自小客 或者機車 現在問題這就是機生彈 還是彈生機的問題 大眾運輸之所以不普及在高雄 是因為政府沒有把大眾運輸 大量的去做好 台北市的捷運 第一條木炸線 民國84年 陳水扁推動的第一條 剛通行的時候 載客量非常低 各位數字幾萬人 可是當十字路行淡水線出來了 甚至雙十字成型 台北市現在一天 兩百萬人次通行 如果台北市沒有捷運 現在一天消化兩百萬人次的交通量 台北市現在會篩得大概 比泰國的曼谷還要嚴重 所以機生彈 彈生機的問題 先不見大眾運輸 還是說心有醞釀車來做 這個韓市長 你不要把過去 謝長廷 陳菊的一些努力 一些奉獻 只因為政黨屬性不同 只因為政治立場不同 不要把他們種種的貢獻作為 把他抹滅掉 剛剛是今天分享了這個 跟柯文哲第一次 就補充一下 其實韓國瑜市長他現在 他有很清楚的表示說 他要暫停輕軌惡禁 並不是因為他說只是純粹 高雄市的公共運輸的 運量不足 而是主要是沿線居民的大聲反彈 第一點 這個聲音難道陳菊當市長 沒有聽到嗎 當時已經有了 我在議會 還是我一個發起人 我們希望要求擴大民眾的參與 來決定要不要興建 但是我們被陳菊的網軍 到處的攻擊 所以這個你要先清楚 所以他不是因為運量低 第二點 高雄的運量會低 民進黨執政20年 為什麼公共運輸的運量那麼低 陳菊要先檢討 所以我要先補充的是 韓國瑜他的二旗 他所要暫停是希望 取得元宣民眾他的同意 廣聽民意之後 他再來決定要見不見 我覺得我要是要幫你補充 韓國瑜才剛剛當選沒有多久 所以這個時候對韓國瑜 做出全面的圍剿 民進黨的這些議員 坦白說不會給民進黨加分 他們如果能夠給韓國瑜一些時間 看看韓國瑜能不能夠 落實他的政見 看看韓國瑜完成 他政策的績效如何 再提出批評或者是質疑 恐怕對民進黨來說 才有加分的可能 所以在這個時候 當然用各式各樣的造勢 各式各樣的取巧 或者是用各式各樣的噱頭 甚至拿出各種道具 我相信都可以預期的 這些人只不過想 藉著打韓來加分 為了自己加分 但是並沒有辦法 為民進黨加分 我們當國民意代表很久 所以我們很清楚 為自己加分跟為政黨加分 有的時候未必能夠畫上等號 打韓國瑜打得重 也許對這些 並不是單一選區 選出來的議員來說 可以得到他們的傳統的選票 同溫層的選票 或者是基本教育派的選票 所以當然在未來的 這個質詢過程當中 我們都可以預期到 高雄市議會一定是一個 精彩可奇的 這個市政答詢的過程 只不過是如果我今天 是民進黨的高層 我會希望我的市議員 能夠有比較有質感的表現方式 因為顯然這些表現方式 對民進黨來說 尤其是對即將面對 2020民進黨中央政權的 保衛戰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 有建設性的工作 所以希望他們的質詢 能夠有質感一點 不要摧毀 這個韓國瑜市政府的質感嗎 尤其是這個時候這些質詢 如果正當性不夠 只是為了表達力道 只是為了表達自己很勇敢 甚至有太過於激情的演出 作用力有多大 反作用力就有多大 所以這些攻擊 這些批評 這些質疑 或者是這些不合邏輯的質詢 最後只是幫韓國瑜加分 只是增加了韓國瑜的能量 讓韓國瑜再次的成為 全台灣大家舉足輕重 萬眾矚目的藍軍的第一把手 所以當然在國民黨的角度 我是很樂見民進黨的議員 盡情的揮灑跟表現 但是就政黨良性競爭的角度來看 我當然還是要善意的勸告他們一下 不要為了自己出風頭 不要為了自己這個駁美光燈 去毀掉了你自己的民進黨